就是待會開啟151 擷取刮鬍字串這一題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你把那個重點回顧一下 這個東西 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們是找什麼 找錢刮鬍的位置 然後呢 用密的函數去切割 所以第一階段 我用那個fine函數 就在文字裡面有一個fine函數 find這個fine函數 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 你要找什麼 找錢刮鬍 V16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 那第幾個字不用 所以從頭找 OK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第一階段就完成 所以再把第一階段的fine减下來 做什麼呢 再插入第二階段的函數 用MID MID函數去做切割 MID函數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切割的字 test在哪裡 在這裡 那他會問你說 star number 你要第幾個字開始 我要從 錢刮鬍找到的位置的下一個字 所以下一個字就加1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你3嘛 123變成說從刮鬍 過來就會有刮鬍 我不要刮鬍 OK 然後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呢 其實如果說 他這個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後刮鬍要找一下他的後刮鬍位置 後刮鬍位置就是把fine這邊找到之後改成後刮鬍 他會找到第九個字 第九個字減掉呢 他前刮鬍的位置 但是前刮鬍位置我要再後退一個字 所以再減一個字 不過有的時候同學這個公式常常會 會不知道說到底減幾個字 或者你不管差幾個字你乾脆就從這邊有沒有 他會有個預覽 預覽的這個地方會多一個字 那你乾脆就把它減一個字就好了 OK 那減完之後你可以看一下 減1 他會得到最正確的結果 如果這個公式看到最後結果OK的話 你按確定 那就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也把它向上填滿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這邊有如果有刮鬍那不會出錯 可是如果沒有刮鬍 這個fine函數就會丟回來給你 你給我的資料 明明你要叫我去找刮鬍 可是為什麼你沒有給我那個value value就是那個值 那個資料 你怎麼沒有給我資料呢 那緊開頭的多半就是表示錯誤的 他跟你抗議一下 緊開頭 你這個東西 所以以後你在那個ecell裡面看到緊開頭的 就表示是錯誤訊息 後面就是說他給你一個簡單的敘述 那我們怎麼把它過濾掉 很簡單 把公式再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顧慮函數就是邏輯 如果發生ifl 如果l錯誤 如果我發生錯誤的話 那所以把value貼上去 如果發這個裡面假設有錯誤的話 那幫我改成沒有東西 OK 然後按確定的話 那向下填滿就OK了 大概這樣子吧 那這個是整個複習 那你複習完之後 那你複習完之後再把這邊複習複製一個 然後這邊改成VBA 那今天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在這邊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還記得啦 就是第一個按鈕 我按下它 自動幫我丟出來 但是丟出來也許丟公式 第二個就是清除掉它 把這些清掉 沒有 第三個呢 比較困難喔 就是我如果不丟公式 我希望直接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 自動再把結果丟過來 也就不是輸入這一串喔 而是把這一串Excel裡面的那個函數應用 變成在VBA裡面做函數應用 可是要怎麼做喔 其實邏輯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就要懂得怎麼去把這個 轉成用VBA的寫法 OK VBA寫法 那這個部分難度當然比較高啦 不過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你會的話以後 真的 土法煉鋼重複做的事情 以後呢 就可以變成自動化 全部做完了 所以未來其實還蠻需要有人去 幫忙做這些事情 請各位先把那個151這一題先打開 畫面先還給各位方面 所以有一些假設細節 你也許沒辦法馬上聽懂 沒關係 雲端上我都有放 放在那個151 藍色的其實就 參考答案 你把它打開裡面也有一些啦 那我們主要 會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就是公式嘛 我們前刮壺後刮壺用MID 再用FL切割 這個是完整的公式 你可以參考 然後再來就是錄製聚集 不過錄製聚集 因為前面做過 而且我覺得比較簡單 這部分就給各位自行練習 就是你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變成兩個按鈕 這個我想因為前面講過 所以給各位自行練習 比較有困難的應該是VBA 那我們就是先用公式 再用輸出那個 用VBA輸出 最後就是加上一個清除就完成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先切到什麼 切到那個VBA 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其他命令裡面 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 OK 第一步 第二步切到開發人員之後 VBA 然後打開之後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接下來的話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以後 如果說我們考試 反正你就是 我會給你一個空白檔 然後告訴你說我要什麼 你就把它分別做出來 存檔繳交就OK了 所以我 比如說我需要三個按鈕 請你幫我把這三個按鈕 放在這邊 那第一個按鈕的話 就是丟公式 也許叫什麼 刮弧 假設我會提示一下 叫刮弧自串 先刮弧自串 底線公式好了 那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插入一個程序 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在這邊插入程序 然後你就輸入那個什麼 刮弧自串 然後把那個 名稱打上去 刮弧自串 你們都不對 自串 然後底線 底線的話呢 就公式輸出公式就對了 OK 然後 再來的話 我們是一個SUB 對應到一個按鈕 對應到就是SUB 按確定 那就出現 字太小 當然你改不改沒關係 工具選項裡面的話 拽寫風格 字稍微放大 這樣就完成第一階段 接下來的話 你就怎麼樣 你就固定的SOP 接下來就是丟公式到哪裡呢 到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可以說 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十列 Enter兩下 NASER 然後裡面的話 丟到哪個儲存歌 丟到哪個儲存歌 寫前面 第幾個儲存歌 第I個儲存歌 因為 二三四五六 一直到十嘛 所以這個I的值會變動 列會變 藍不會變 所以藍固定是在B 也就是說呢 要丟到哪裡先寫前面 等於先給兩個雙以後 其實這個就清除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改成清除 清除就OK 其實清除跟那個輸出公式 兩者其實差別就是在哪裡 這個地方 有丟公式 我清除我現在把它清掉好了 OK 裡面就空的 丟公式的話 當然你要丟點東西 到這個裡面 所以我可以把剛剛的公式 先複製一下 那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丟公式的話呢 你可能要掌握兩個要點 第一個 雙引號變兩個 第二個 列號變I 那第一個呢 我怎麼變兩個 最簡單的方法 複製用程式裡面呢 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然後呢 用什麼呢 取代 編輯裡面把它取代 一個變兩個 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雙引號 取代一下 取代完之後 再把它複製過 複製 然後這邊要取消 不然你切不到那邊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VBA裡面 後面這裡 現在當然你現在丟 怎麼沒反應 有 其實裡面有 只是因為都是第二列 所以都沒有東西 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第二列改成I 還記得吧 算號兩個先切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就連接器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M的前後要空白 所以你把M的前後再加空白 然後再把這個 這一串 雙引號到雙引號 這一串複製一下 貼到下一個2就可以了 然後再貼到下一個2 因為呢 它後面的做法都一樣 就是說它每一次 它要輸出的列 都不同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直接執行 結果就OK了 你就再把那個這兩個sub 建兩個按鈕 那結果就完成了 待會當然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丟出去是公式 可是我現在丟出去 我不要公式 我要最後的結果 那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外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VBA的部分 就是丟公式的部分先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怎麼樣在VBA處理完 再把結果丟到 指定的儲存格裡面